大同區公所舉辦的新住民聽歌謠快樂學台語 邀請專業台語老師李素香 透過天氣、人際關係及菜市場等生活主題 帶入最常使用的閩南語對話 並且設計歌唱學台語課程 從閩南語歌曲交唱 引發學員對學習閩南語的興趣 進而認識台灣文化 最直接的回歸就是他們會真的很喜歡這堂課 變成說他們會常常關注到我們的連署 會想趕快能夠報名下一堂課 他們其實都會 我們出的其實會選擇賴群水怪 他們自己朋友也都會說 我們去任何課程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報名的等等 就會這樣子一起照鳴群班 趕快來做報名 絕對會是秒殺 我們課程其實還蠻受歡迎的 對其實很快很快就是滿這樣子 課程有來自中國、泰國、越南、菲律賓等各國新住民報名參加 之前上過課程的學員們表示 在台灣說閩南語可以交到更多的在地朋友 是個很有人情味的語言 而且老師教學風趣有吸引力 提高學閩南語的意願 也可以在課後老師的YouTube個人頻道持續學習 除了豐富的課程內容 對於全情的學員 區公所還提供全情獎金獎勵 並且有機會參加公所為新住民舉辦的文康活動 希望透過生動有趣的台語課 降低新住民的語言隔閡 提升人際關係 幫助融入台灣生活 記者李奇慧台北報導